喜欢长路自驾的朋友 如果你把这个车当成一个房车使用的话 福特的土瑞欧非常适合你 今天看到这个车我才感慨 原来这个车型推出新款了 我印象中去年的下半年时候 给大家介绍这个车是一个老款的车型 最低配能够做到不到20万 那现在全新升级了 配置和价格都进行了一个调整 那指导价分别是21万9和24万3 但是其实24万3的满配车型没有指导意义 为什么 因为双侧电话门是选装是7000块钱 所以说这个车你就可以理解为 指导价最高配是25万起跳的那个价格 那这个车25万贵不贵 其实我觉得它不便宜 但是它的卖点很足啊 首先就是它是一个非承载式车身 它后面是一个板黄的一个悬架 所以说它的可承载能力是非常强的 就是这个车你真正长途自驾 可以真正把家的东西拉上去是没有问题的 那相较于一些承载式车身的一些 就是周大型SUV而言 就是它的这个长途分析能力 跟它装子能力是完全不能比的 那核心动力总数方面 还是那个2.0T加9AT啊 马力来到了220匹马力350牛米 谈不上动力澎湃 同时那是全系一个前驱车的一个布局 又是一个横置一个四缸发动机 如果你只看这个车身会觉得 这个车有点有点像面包车的感觉 但实际上啊 我们往川西或者往西北那边跑的话 就发现 土瑞欧这个车当成一个家用自驾长途车的 轻改的房车是比较多的 只是目前比较遗憾啊 福特纵逢没有这个官方魔改的一些案例 它不会像上汽大通一样 给你改出一个房车来 但是改房车的价格 可能跟车的价值本身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我觉得考虑到优势成本方面 土瑞欧没有做这种官方改装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那车长的是4976毫米 轴距是刚好2米9 车高是1968毫米 接近2米的车高 车宽是超2米的 所以说你从个尺寸就能看出来 这个车有点像方方正正的盒子车 只不过是一个矩形长方形的盒子车 造型也是非常独特的 那接下来我们在车内给大家聊聊配置啊 目前这个车只有两个配置 全系优惠是5000块钱 我们看看低配和高配如何做一个取舍仪 为什么我说这个车直接上高配就可以 来 做到驾驶位 我们先车上车姿态啊 起点小小的建议啊 如果这儿有个抓手 我觉得就很完美了 目前只能从这儿来 或者把这放盘上来啊 这个上车的姿态 有点像开那种小卡车的感觉 非常有意思啊 然后视野座子非常的高 其实这个视野座子 比福特的F150猛禽还要高 注意看这个电子挡霸 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 既然还有一件ECO模式 还有经济模式啊 然后它高配车型就无要是进入了 低配车型是要花钱选装的 高配车型前排座椅通风夹热 第二排座椅夹热都有了 所以我觉得它的舒适性功能非常的强 同时这个开窗的设计很有意思啊 就是开过就是长速车的朋友们都清楚 就是如果是普通车用车 把这个车窗整体降下来啊 就是就是它会往里进水 但如果比如说这种窗户只有一小节 你可以开一道缝 然后呢 就是车内你可以说 我不想开这么就是强突霜的功能 我也可以保证我有清晰的视野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 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商用车的设计思路 但是它非常的实用啊 然后主副驾驶都是一个电动座椅 这边各种各样的储物盒非常的大啊 各种背架都可以进行一个来回的调整 包括这边小储物盒啊 副驾驶的工具箱全都有 包括这个地方也有储物盒 所以说它的储物空间做的是非常的棒 虽然它有很多集成了电子化的功能 包括这个智能车机啊 包括手机投射的功能 但是一键除双啊 包括媒体 包括一键没有屏幕 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物理按键 我觉得还是保存了一个基础的一个实用性吧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 就是说白了 虽然它是给那个香烟点烟的 但是它是可以作为一个逆变器的一个接口 整个前排又是一个非常商用车的一个思路 放上这个周上扶手 其实这个车跑长途的坐姿是非常之舒适的啊 美中不足 这个车的就是全速的自身巡航 包括车道偏离保持 包括这个开门的防碰上预警 是要花钱选装的 所以这个车选完之后 其实它并不便宜 所以我们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啊 必定它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图类 我可以看看到那24年的年终 是不是价格会降一降 同时这个车上的高配啊 它是有天窗的 只不过天窗在后面 我们到后面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车的空间实用性 为什么我说它特别适合 家庭长途当上房车来用 进入第二排很有意思啊 它这个抓手在这儿 我能看得出来 它是想兼顾老年人小孩和成年人 如果做一个分段 这儿再有一个就更好了啊 希望后续能有一些进一步的改良吧 这是一个高配车型啊 后排独立的调节空调的区域 后排的座椅加热 全都做了保留 那后排是一个独立的小凳子吧 为什么叫小凳子 因为它谈不上就是舒适 但是跑长途这个车的腿部空间啊 包括它的灵活的座椅布局是可以的啊 我们看一下啊 把这个座椅再往后调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自作的一个感觉 主打一个大 就是美系车就是这样的 可能你是觉得这个车看上去 里外底糙了吧唧的 但是它的坐在后排的体验感 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天窗虽然小 但是我觉得给后排增加了一些丰富的事情 还是不错的 那这个电滑门啊 双侧电动滑门是要花钱选装的 刚好7000 所以我就说这个车 虽然顶配的指导价是243,000 但是选完之后 就是刚刚好25万的 那么一个裸车的价格 那光上来之后 其实这个车坐在后排 跑长途的感觉是非常通透的 那接下来我们聊聊后备箱 为什么我说这个车是适合长途当防车用 就是你可以不在车里睡 但是你在车里临时应急 它的拓展空间是非常棒的 咱们来到车尾啊 注意看我1米85的身高 我的头是完全可以罩住的 说这个车当防车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外头下雨了 你在这儿制动起来 该干嘛干嘛 你可以完整的站起来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高度已经是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那个高度 不过像很多SUV 其实打开之后 都说要过在里面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如果再算上那种户外的野障什么的 这个车可以完全围成一个圈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你在里边洗个澡都是可以的 对吧 这个实用性非常棒的 要注意看这儿 一个纯屏的一个地台 就是它的第三排的储物空间 这个板是给你放在这儿的啊 也可以单独拿开啊进行 因为它这个结构纯机械结构啊 刚才我给大家翻开了 这个呢 是我觉得跑长途 比较实用的一个场景 就是第三排就做一个人 就做一个人 这边当成一个大扶手 然后临时的东西就放在这儿 你可以就是临时拿一拿 这边就是放开之后 全部用来储物 全家出型就够了 那如果你要临时的 这个也可以完全放倒 那么个状态给大家看一下啊 完全放就是这样的啊 拎着两个卡扣 全部放起来 这个空间就非常之大了 就是你拓展的空间就非常多了 所以说我觉得 Turay O这个车是这样的 非常适合跑长途 带着家里人 不要求满载 因为满载的话 确实它的乘坐输入性不强 但是它的空间拓展性非常强 最终我想问大家啊 如果给你一个裸车 25万左右的购车计算 你会买一个国产大通 已经改好的 但是改装呢 不是特别实用的房车 还是买一个Turay O 自己后续DIY一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